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在社會上有不少的新聞 都會出現這個師傅有神力 你只要幫這個師傅買什麼什麼 人生就可以平暴清雲 經常都有這些口號 會吸引民眾去買這些東西 或者去找這些師傅 所以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而是相當受騙的 近日有資深傳媒人許勝梅 透露他過去曾經採訪寫過一篇文章 說有一個女明星因為他很想紅 但無論他怎樣努力都是失敗的 後來他媽媽聽了一個師傅的說話 買了一千多萬的私油 幫女兒轉運 這裏過千萬的私油應該是台灣的幣值 猜不到他的下場居然差點連命都沒有 這位許勝梅在節目《鎮鎮有詞》 透露曾經有一個女明星拍了幾部作品 但都是沒有起色的 其實這些是要堅持的 不是拍幾部就一定行的 後來他媽媽因為緊張女兒 於是就找了一名有法術的師傅 那名師傅跟他說 你女兒其實是沒有加入豪門的命的 亦是沒有成功的命的 大哥師傅就說他可以改她的命 或是叫做一條命給他 因此這個師傅 就給了這個女明星的老母一瓶絲油 就跟他說 你女兒找一個喜歡的金龜世 然後就把這些絲油塗在自己的嘴上 就要跟那個男生接吻 這個男生這一輩子都不會離開你了 嘩你能不能把絲油塗在嘴上 我真的塗不下去 譬如有個師傅給我一支絲油 叫我拿絲油塗在嘴上 然後找一個有錢女兒咀咎他的話 我都未必做得出 雖然這女兒可能真的不離開我 或者當我沒有代價 當我免費 你女兒不要在嘴上 但是 你女兒不要怎樣塗絲油在嘴上 不要亂玩 我真的不行 如果有網友可以留言給我 後來這個女明星真的照做 當然這個法力也是成功的 這個法術 成功釣到一個富豪 並且順利懷孕 但想不到成功了之後 這一名師傅就說 屌你老母臭氣 你也成功地找到一個富豪 當然要課水 課多些金 加錢 要大量的費用 真的要加錢 給多些錢 除了先前的做法 是會買絲油的 買絲油其實已經花了過千萬 就是台灣的台幣 過千萬 還要這個女兒 幫他起床廟 當然 大家就是傾不埋了 最後這個師傅開記者會 就吊咬這個女星 就說他根本沒有這條命 還表示你這個女仔 這個女明星 將會打回原形 果然最後 這個女明星真的嫁不到入豪門 還拖著兒子 種種的悲劇差點把這個女星逼死 可能逼到他瘋了線 情緒病想自殺 這位許姓梅 即是媒體人 透露 這名師傅 其實現在 還在幫很多人 會做這些法事 令到在場的來賓 相當之驚訝 講講自己的事 講完這單新聞 OK 通常遇到這些騙子 這些神棍騙子的機會 都很大 只不過這個就不是神棍 剛才說的那個 這個應該真有法力 那些什麼屌嬉轉運 騙人騙財騙式的那些 相信大家都經常見到的 在新聞那裏 不過我聽過有一個很過分的 他不是騙騙子 他騙狠含 你老母 即是他那套玩法是怎樣呢 他就是有一個阿嬸 勾吹到這個阿嬸的占卜 是很狠準的 很狠勁的這個阿嬸 講得到阿嬸可以預知未來 好厲害 但是他那個占卜的方法 就是你要給那個阿嬸陷入 我覺得有點奇怪 他有點漏洞 例如我是男人 我找這個阿嬸占卜 我給那個阿嬸去陷入 如果你是女人 找這個阿嬸占卜 那怎麼辦呢 即是他沒有說 即是這個阿嬸就是幫男人做占卜 我不太明白 可能奇怪 不過他就真的這樣都被他想到 即是我真是吹傻象這些 不過剛才就講 屍遊這單 就應該不是騙子 剛才都講過 這個師傅剛才講女明星屍遊這單 這個師傅應該真是有法力的 他可以利用那些法術去轉運 只不過他因為收不到足錢 所以才搞得到事主 不過我自己就不是太過主張這些東西的 即是我覺得你拜一下車公OK的 念一下經OK的 但你玩到有屍遊有降頭那些就真的不用預料了 即是我覺得有些東西你是不夠緣份 就是不夠緣份的啦 如果你勉強去借去責任的話呢 最後那個後果呢 你未必是還得起的 所以都是知足常樂啦 即是有時候不是叫你不要努力 但有時候你努力了都是不行的時候呢 那就無謂強求啦 即你有時強求之後付出那個代價 但你未必是承受得到啦 就是這樣啦 差不多沒什麼特別 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我們就是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